请问有什么需要 我是五郎的店的五郎 请问老板在吗 我跟他约了两点 哦 抱歉 老板临时有事出去了 你先坐着等一下吧 啊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来送药方的啊 那药方能不能先借我看一下呢 又是神秘药方 到底是治什么病啊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 老板怎么还不回来啊 肚子越来越饿了 不过今天这饿的感觉 有点奇怪啊 怎么又是他 这女人太难惨了吧 哎 我跟你讲 你别用担心了 这家老板我很熟了 好 我先看看这臭小子 怎么对付他 找你们老板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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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老板不在吗 有什么事吗 哎 我是相口美容院的老板娘 之前啊 之前啊 我们有个老主顾 去给老中医看过 开了一个减肥美容的药方 就是在你们店里抓的 但是呢 现在老中医不看诊了 不过我想啊 药方你们应该是有留底吧 能不能抓个给付 给我这个客人用用啊 我们店里是有帮客人 保管药方的传统啊 我就说嘛 药方他们一定有留底啊 你可以放心咯 哎 那就照方子 帮我抓警服吧 欧巴桑 你先替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哎 你叫谁欧巴桑啊 你如果要按照别人的方子抓药 经过药方主人同意了吗 你让主人当面来 我就给你抓 哎 你搞清楚欸 来我店里都是达官贵人 哪有空来这破小店啊 再说啊 就算我把人给找过来了 你认得出来他就方子的主人吗 欧巴桑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老板寄信特别好 老板娘寄信更可怕 这两个月你来的有五次了吧 上个月十五号 二十号 最近一次来是上周末 你 我是真的很需要 如果是闲钱少 你开一个假 如果你们得到药方主人同意 药方可以免费给你们 但还是那句话 药不能乱吃 哎 你话不要乱讲 我告诉你啊 这条街上 没有什么事情我搞不定啊 我告诉你 你干嘛 下谷人啊 下老板出来啊 你叫老板老板就出来 那不是很没面子啊 老板 你看啊 他都欺负人了 那 这位太太 我看你的气色 瘦身药应该 这是药 就是三分毒啊 我们这家店 没有你要的药 你应该明白吧 书彦 我们走吧 就钱不赚 下格的房东找房子 看你做不做个下去 老板啊 不是五郎那店的五郎 要放在这里 真的很急 可不可以 只有你们的厕所啊 里面请 来来来 里面 谢谢 谢谢 五郎先生 这一次真的是麻烦你的 让你去福建找这药方 花了你不少时间吧 应该的 只是那个中医师 看上去像个江湖骗子 要不要跟老板老实说呢 就这药方 没错 听说开这药方的中医师 到了福建以后 就再找不找人了 我心里面在想 我这有生之年 如果找不着的话 我应该会让我儿子 继续找下去 谢谢大叔 这下午不用去找了 好啦 找这药方的钱 从你这薪资里面扣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搞定 老板 你八宝箱里 那么多神秘方子 我就只是好奇 拿出来研究研究 谁知道我搞定这一张 少废话 去拿八宝箱去 对 武朗先生 你稍等一下 武朗先生 这是最后一笔愁容 您先收下 谢谢 有一件事情 想给您请问一下 这个福建中医师的地址 不知道可不可以给我 可以 好 谢谢 好 老板 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方不方便问您 您请说 您花这么多心思 得到这个房子 到底是治什么病 到底是治什么病的 这些药单位超好奇的 这个八宝箱里面的秘密药方 我全都查过了 还是不知道要治什么病的 你学艺不精 话还挺多的啊 看来这个问题 老板有意避开不谈 老爸不用你吩咐 我马上拿回去放好 不用气婆了 有人来拿药方了 请问老板在吗 您好 我就是 您好 我是郑寿芬的女儿 我妈说她给您来过电话 我们想要买回她当年 卖给你的药方 好 顺便请 谢谢 来 这是你母亲的药方 我妈还说 您愿意 以三十年前的价格 卖给我们 是真的吗 是啊 那是当然的 老板 你点一下 好 好 这个药方啊 现在就是你的了 哈哈 我妈说这个药方可以治百病 如果她早一点说 让我买回去 或许她就有救了 世界上才没有包治百病的药了 闭上门就醉 真的吗 我妈说只要买回这个药方 一切就会变好 好 妹妹 怎么了 我肚子还饿什么时候才能吃饭 好 你再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妈妈吃好多好多哟 老板 我还以为这个很值钱 如果现在我要把它退还给你 那 你要是愿意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药方再卖回来给我 真的吗 你等等 来 你看一下 一下子就拿出这么大一叠钞票 看来老板本来就打算买回这药方 这个值这么多钱啊 哎 这个药方啊 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用 不值几个钱 但是对我来说 她很值钱的啊 好 谢谢 谢谢啊 妹妹 我去吃饭吧 谢谢啊 谢谢 没事 快走 走 小心 老板 这笔酬劳啊 我不能收 开那张药方的钟医师 我看他 乌鸯先生 你要说什么 我都明白 收下吧 好 没事 那 谢谢 我告诉你 好 我送你 谢谢啊 嗯 慢走 老板 我终于知道这秘方是什么了 是什么 应该是江湖郎中所有致命药方的大集合 所以我在书上都找不到这些方子 因为这些药方根本不能依人啊 你啊 总算是有点长进了啊 老板 那你买这么多药方要干嘛 你说呢 我想 一定是我们家的祖先 其中有一个人被假药方给害死了 所以 你发誓要买遍天下这些害人的假药方 我 你啊 电视剧的八点档看太多了 我们家 从你太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啊 从一开始啊 我们就已经这么做了 当然 以后这个药铺啊 给你管理的时候 要不要继续这么做 你自己决定啊 哦 那我再考虑看看好了 想一个头啊 来 看好 这个啊 是那个武郎先生 他去了福建啊 找到了那个中医师的弟子 你过一回啊打个电话去报案 赶快把那个中医师给抓起来 让他不要继续害人 懂吗 是说这个武郎先生 也太厉害了吧 居然这中医师跑到福建去 他居然也能找得到 我觉得老爸你才厉害嘞 一张假药方花钱买两次 真是佛心来着啊 你不要以为你拍我马屁 我这么敢拍你啊 好 不便大街小巷品尝好滋味 吃饱喝醋每天都很美 嘿嘿 没有妹妹陪 也不算狼狈 去找下一趟贝雷 快点oris 哈巴为 sia巴被 只要汪汤水 夹一只大鸡啧 sia巴为 ierungs いす vous 再说别去换掉位